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說 去年佔領行動發生至今 警方一共拘捕了1,003人 177人完成司法程序 當中74人被定罪 40人需要自簽擔保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說 即使被捕人士最後被法庭判無罪 都不代表警方拘捕行動有錯 人員在庭上作不誠實的口供案 為數實在不少 情況可以說十分之嚴重 當中發現最少有20宗案件 就是法官在法庭上 力斥警務人員 是歪曲事實 律政司被指責放生了十幾個 因為程序的時間性 沒有嚴格遵守法庭的要求 就放生了 亦令到很多警務人員 很努力去執行職務的時候 就覺得很沮喪 由於法庭在處理刑事案件之中 秉持的是毫無合理疑點 以及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的原則 即使個別被告人最終被判無罪 不一定代表拘捕檢控過程 或者個別證人的口供出現問題 若被告人被判有罪 他們亦都可以進行上訴 是聲音 或是聲音